接下來繼續看題目 他說我給我這一排的表格有值值數有重值數有質量數 有人寫的是原子序 因為他要問你原子序他當然不會寫原子序啊 他問你說誰一樣 這個可以問很多問題 問誰跟誰是同樣的原子 問你他是誰 諸如此類的OK 那麼誰是有一樣原子序啊 那就是原子序就是質量數嘛 對不起 直指數嘛 原子序就是直指數 所以直指數誰一樣 丙跟丁一樣所以答案就選豬 OK 小事一裝 那麼下一個就改成問 我給了這個原子序給了原數符號 我告訴你我A證有幾個電子幾個中指 請問你A是誰 是誰什麼意思啊 原子序就是原子排隊的次序 有相同的原子序就表示是相同的原子 所以我說你是他 就表示原子序要跟他一樣 OK 那帥哥男 這個應該要選誰咧 來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 你公上C 你選的叫做C A證有十個電子正是濕電子 所以失去一個變磁 所以正常十一正常十一個電子 就正常十一個子子 那麼十一個子子就是看它上面就是原子序十一就是那 所以答案選C OK 那Sperty呢 誰是同一種原子 剛剛講過什麼叫同一種啊 什麼叫同一種 擺在同樣的位置 周期啊擺在一起 周期要靠誰排啊 靠怎麼擺的啊 你就知道了 OK 來 可愛大美女 來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7-7 7號 你選誰 C 你選C 請坐 你選的叫做C 同樣的原子 同樣的元素 表示周期表擺在一樣的位置 表示原子序一樣 原子序就是直指數 表示直指數一樣 誰一樣 丙跟丁一樣 所以答案就選C OK 下一個 立體史字在考什麼 字在考 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數目沒有發生改變 好 來 我去跟鹽酸作用很深 噹噹噹 那麼 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種類數目不變 所以你後面有氯化鈉 表示前面有氯跟鈉 後面有水 表示前面要有氫跟氧 後面有二氧化鈉 表示前面要有氧跟硫 那 但因為鹽酸已經有 氫跟氯 所以氫跟氯可能都是鹽酸給的 他都沒有 可是他必須要有鈉 必須要有氧 必須要有硫 所以 這個沒有氯 不會對 這個 有鈣 可是沒有鈉 也不會對 這個 沒有氯有多個碳 也不會對 所以 只有誰符合 就是 硫帶硫酸鈉 硫帶硫酸鈉 加鹽酸 反應我們學過 可是就算你沒有學過 你看一看也知道 他應該是硫帶硫酸鈉 所以答案選B 是在考化學反應前後 種類跟數目沒有發生改變 同理 這個也是一樣 他不可能是誰 不可能是誰 也是一樣 帥哥美女 我們找大帥哥 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21 21 你選豬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兒 二氧化碳 就表示要有氧跟碳 水 就表示要有氫跟氧 因為我燃燒是跟氧作用 就不要管氧 可是要有碳 要有碳 要有氫 那豬只有氫沒有碳 是不會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就是豬 OK 這個是用文字烤的 這個是畫圖烤的 意思一樣 畫圖烤 意思一樣 化學反應前後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種類似乎沒有發生改變 只是不是寫字 是畫圖 意思是一樣的 誰啊 他填誰啊 來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No.4 4號 4號 A B A B的B 請說 你選A B的B 前面有四紅 後面就要有四紅 已經有四紅了 紅就沒有了 所以表示前面沒有紅 沒有紅 然後呢 你選A B的 沒有紅就選A B的 再來 前面有四藍 後面已經畫出兩個藍 所以前面一定要怎麼樣 兩個藍 兩個藍 所以那 它是兩個分開的合在一起 在這裡我們不用考到 因為如果要考到所謂的亞佛加絕假說的話 如果都是氣體 亞佛加絕說 還必須分子數是一樣的 不過這裡顯然不是嘛 這個是一個分子 那是兩個分子 那也沒有說是氣體 所以不符合 但是如果要用到的話 它還必須要分子數要一樣 OK 所以答案就選B 這些題目都考什麼 考 化學反應前後 指示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輸入沒有發生改變 應該非常的簡單 可以 沒有問題 OK